今天我会教你们鱼杆要怎么选 因为鱼杆的种类有很多 就算是同款的鱼杆都会有不同的粗度、长度和用途 虽然每只吊杆上面都有著名它们的规格 但是它们所用的字眼可能大家也不太明白它们想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会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选出适合你们的吊杆 同时也会教会你们怎样去看懂它们的规格 好了在影片开始之前 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这个影片一个赞 还有分享出去给所有想要知道这个资讯的朋友 记得不要忘记订阅 好让我们开始吧 好在每次你们选一只吊杆之前 你们都要问自己这只吊杆是用来做什么的 比如这只杆会用路牙的还是用耳的 然后还有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当你们在这些问题里面都找到了你们的答案 你们就可以接下来想下一步了 下一步就是你们要选出它们的种类 那么吊杆的种类有超多 但是今天我会专注在这两种吊杆 因为这两种吊杆算是蛮普遍的 而且它们可以用在河 湖 钓鱼塘 或者是海岸边 这个吊杆呢 中文叫枪柄吊杆 然后这个叫做纸柄吊杆 你会看到它就是没有枪柄的这个东西 之后它是纸纸的 那么纸柄吊杆呢 它是配防车轮的 就是这一种 然后它的特征呢 就是它们的导环都会特别的大 而枪柄吊杆呢 它就是用来配水底轮的 那是要为了方便我们握的时候可以握得更加舒服更加自在 所以呢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样我们就可以抓得更加有力而且握得更加舒服 枪柄鱼杆的导环会比较小 如果和防车轮的导环来相比的话呢 你会看到就是差很远的 这两个导环呢 都是在鱼轮接下来过后的第一个导环 你会看到它们的差别是非常的大的 防车轮是不能配在枪柄的 而水底轮也最好不要配在植柄 因为这会严重影响它们的性能 导致到它们无法正常发挥它们的能力 所以不要配错 选好了你要的种类 就是时候想想看你要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和钓什么鱼了 所以这就要看它们的规格了 规格我会用比较长时间来解释 但是一旦你们了解了过后买杆就不用怕错了 每只钓杆上面呢都会写着这样的东西 如果在杆上面找不到 你们可以在这些标签找得到 通常这些标签呢它都会绑在钓杆上面的导环 所以你们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 如果是网上购买的话 比方说你对这支杆有兴趣 然后当你按进去了过后你就找这样子的列表 它们的规格都会写在这里 如果它们没有这个列表就不要跟它们买了 接下来要看它的Line Test 这个是大马人买杆的方法 我们都是看那只杆上面的Line Test 来知道这只杆 是否正确 但是这里的人呢都是用这个方法来选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它们是用PE注明的也是一样 你们只要在网上找出PE换区棒 就可以找到它是多少棒了 看完了Line Test 就是时候看这边了 这里每个字都有着它的意思 而且美食杆都是以这样的格式来标记的 所以我就从左边开始说起 在这边你会看到SHDC英文字母 其实SHD这个是它产品的编号 这个可以不用怎么去比它 但是在这边的这个C呢 这个就是有意思了 C代表着Casting 所以你看到C的话呢 它的手柄都是会这样的 刚刚我也有说了 这种手柄都是配水滴轮的 你就可以知道 这只杆是给水滴轮用的 如果是纸柄吊杆的话 你就会在那个吊杆上面找到S的字眼 S是代表Spinning 之后这边呢会有个602这样的数字 先说这边的60 60呢意思就是说它的长度 这里写着60它就证明着 这只杆是6尺长的 你也会看到这边也会再说多一次 它们都是以尺来注明这个杆的长度 好像这一只杆呢它是5尺长的 你就会看到它这里是50 然后它的length 它这里也是写着5尺的 对这个50就是它的尺 那么杆的长度我之前也有说了 的确是有一些作用的 如果说你选择比较长的杆呢 我们能拋的耳或者是路牙都可以去的比较远 你能拋耳的空间是非常小的话 你就选择一些比较短的杆 这样子你就能拋的比较自如 对这个就是杆的长度 还有它的作用 这个2呢 这个是杆的结束 你看到这边是2的话 它就是证明着这只杆是有两节的 对这个是一只两节的吊杆 如果说它是1节的话 它这边会写1 4节的话它会写4 那么接下来到这个英文字母了 这个M的英文字母呢 代表这只杆 它是medium action的 这个英文字母呢 在别字杆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通常呢 这个英文字母都是从UL去到XH UL代表着Ultra Light L代表着Light ML代表着Medium Light M代表着Medium MH是Medium Heavy 但是也有足够的力 来钓上大鱼了 H就是Heavy XH就是Extreme Heavy 之后Extreme Heavy过后呢 它们会有XXH 或者是XXXH 越粗的杆呢 后面的X会越多 在最后一个字母肯定是H UL到ML呢 都是比较适合用在 跑尾形路牙的 而且它们适合钓的鱼呢 体型都不会太大 所以如果说你是要用来钓小鱼的话 UL到ML的杆都是非常适合的 然后UL到ML的钓杆呢 是不太适合在障碍物的地方做钓 因为它们杆非常软的关系 杆本身也没有什么力 如果说你硬硬扯的话呢 可能还会导致到那个杆会断 可是有些人也是会用UL的杆 来挑战一些大鱼 如果是在开放水域来钓大鱼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 接下来到M的杆 M可以说是最versatile的规格 而Medium的杆呢 它是适合抛中型路牙或者是中型鹅的 所以M的杆会比较适合钓中型的鱼 至于能用的场地呢 如果说你们钓的鱼 体型不是说很大的话 M的杆也是可以用来在多障碍物的地方做钓 如果说你们是要钓一些体型大的 而且它又经常在多障碍物的地方呢 M的杆就可能会有点勉强了 接下来的是MH7-XH 现在手头上呢 有这两支呢 一支是MH的 这支是H的 这支MegaBest的呢 它是没有写H和S是MH的字眼 但是如果我们是看这边的LinePow的话 12-25通常都是在MH或者H的规格里面 那么MH和H这两个规格的钓杆呢 都会比较适合用在钓大鱼 抛中的路牙 而且也很适合在多障碍物的地方做钓 如果说你是想要对付大鱼的话 MH到XH的规格呢 都是蛮适合的 我曾经也是用过MH的钓杆 钓到一条20公斤的红尾毛 所以我觉得MH的杆呢 也是有那个力的 但是如果你要更安全的话 你就拿H或者是XH 然后接下来 这个就是适合用的耳重量 所以你们用的耳呢 最好就是跟回这边所写的 你们可以超过一点 但是不要超过太多 如果你们用的耳的重量是少过这里所写的话呢 可能就会跑不出或者跑不远 多过的话呢 可能你的杆就会承受不了 导致到你的杆断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 接下来会说的就是它们的调性 调性是用来形容它们的柔软度 最普遍的调性有Slow Moderate Fast Extreme Fast 但是现在是已经有比如Moderate Fast 或者是Moderate Slow了 那么这些调性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那只杆是用Slow来标记的话 那就证明那只杆它是非常的软 而Fast的话呢 它就是杆的前端 那边弯一点点下来罢了 越软的杆就越有弹性 这些弹性可以帮助你加强你跑耳的距离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用一个重的耳 再配上一个软杆 因为软的杆通常都是位于UL到ML规格里面的 而中调性的杆呢都是在Medium的杆 至于快调的呢都是会在MH到SH 它的调性除了就是可以帮我们把耳跑得更远以外 它同时也能影响到我们路牙耳的动作 快调的杆呢会比较适合用在水面系的路牙耳 而中到慢调性的杆呢会比较适合用在水底活动的耳 越快的调性就需要更大的力气来把这个杆弄完 所以通常快调性的杆呢都是比较适合用来钓大鱼 还有用重的路牙耳或是耳之类的 接下来这些是一些extra我会去注意的东西 第一个我会先注意它们的手柄的长度 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长手柄的吊杆 因为长手柄的吊杆呢在借地方面会比较容易 你可以把它的手柄挡在你的身体 之后你就可以靠你身体的力 这样的话就算你钓到大鱼也会更容易的把它给钓上岸 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就是当你在用水面路牙 好像铅笔,popper之类的路牙的时候呢 因为你需要不停的jerk 如果手柄太长的话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做这些动作了 第二个会注意的就是它们的重量 像我之前说过路牙是一直跑个不停,收个不停 需要用很长时间把你的杆拿在手上 不停地工作直到你种鱼为止 越轻的话我就可以用得越久 而且在斗鱼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吃力 如果你用一个重的路牙杆不停地抛耳收耳 就算你还没有钓到鱼你都可能感觉到累了 所以选一个比较轻生的路牙杆 也是第二个我会去注意的东西 纸柄钓杆也不例外 通常我用纸柄钓杆的都是来玩耳料的 就算是玩耳料的钓杆 我也是会建议你们选择轻又长手柄的钓杆 虽然玩耳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耳泡进了水就在那里等 等到它上岸为止我们才再次的拿起我们的钓杆和那条鱼决斗 但是如果你忽略了这两点的话 可能你在斗鱼的过程里面就会来的比较吃力 所以如果能的话还是选长手柄和比较轻的钓杆 第三个是我比较少会去注意的 那个就是它们的材料 通常会用来做钓杆的材料有 碳酥、玻璃纤维、石墨、还有合成物 它们每个材料都有它们的特征 可是这个是我比较少去注意的 因为我认为不管哪一个材料 只要达到我想要达到的规格就可以了 好以上这些都是我平时选钓杆所会注意的东西和方法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适合的钓杆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记得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还有分享出去给所有想知道这个资讯的朋友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而开下那个小铃铛 好的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